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耶旦节当天准时的拆礼物 喜欢网购的爸爸妈妈特别来留意 因为各家的邮寄公司 他们的送货时间不尽相同 因此要提醒家长做好提早规划 让孩子们可以开心过节 如果选择USPS邮局的录运服务 就必须在12月14日以前确认订单 如果选择UPS的录运送货 则要提早一天 也就是12月13日以前完成订单 至于联邦快递FedEx 则可以延后到12月16日星期一以前将货物寄出 不过如果是拖到最后一刻 才想好要买什么礼物的家长 可能就要考虑空运送货了 USPS、UPS以及FedEx 都将提供隔日到货的空运服务 因此只要在12月23日以前寄出 就能在耶旦节当天收到包裹 只不过这笔运费将会非常可观 至于想要亲自到店里 帮孩子挑选礼物的爸爸妈妈 则要做好在长长的排队人潮中 等待结账的行李准备了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